这是一部有关克隆人的电影 改编自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说 讲述了一个克隆人的悲情故事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大家好,我是问剑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解读的科幻大片是 《别让我走》 我们首先快速了解一下剧情梗概 故事发生在英国一所奇怪的寄宿学校 它与世隔绝,充满神秘 在这里孩子们称呼老师为监护人 他们从来不提父母 假期和周末也从不回家 所有孩子都被警告 健康是最重要的 不仅严禁吸烟 他们还必须每周接受身体检查 除了健康 艺术创作在这里也格外重要 他们必须努力创作 好让一位神秘的女士来收藏他们的优秀作品 所有的孩子从来不清楚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 也从未真正明白自己未来将会面临什么 故事的女主角就是这里的学生 她爱上了同班的一个没有朋友的男孩 他们懵懂的爱情 就在上课时的一次次对视 下课后的一次次唱谈中默默展开 只是一直没有表白 某天 一位老师在上课时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 告诉了他们关于这所学校的真相 让他们知道了自己是克隆人 他们的命运都是已经被安排好的 他们会长大 但长大后不会从事任何职业 只能等待开始捐献自己的器官 然后在第三次或第四次捐献时 就会结束短暂的生命 很快这位老师就离开了学校 女主角喜欢的男孩也在此时被别的女生夺走 那个横刀夺爱的女生 正是女主角自己最好的朋友 在18岁后 被送到一个农庄等待开始捐献器官时 他们三个人的恋情又出现了小摩擦 女主角志愿成为了照顾其他克隆人捐献者的看护人员 于是离开了农庄 开始奔波于全国各地 而男孩和那个女孩也终于分手 许多年以后 三人再次相遇时 那个女孩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拆散了女主角和男孩 递给了他们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可以帮助克隆人延期捐献的受力地址 传说中只要一对克隆人恋人真心相爱 就可以申请延期捐献自己的器官 在一起多活几年 女主角和男孩爱火重燃 在生命终结之前重新在一起的愿望 促使这对真心相爱的恋人去申请延期捐献 女主角和男孩终于找到了小时候的学校负责人 但却被告知延期捐献只是一个谣言 他们小时候的那所学校曾想帮助他们 但如今学校关闭 他们已经无能为力 得知最后的希望破灭 男孩在回去的途中狂怒嘶吼 在不久做完捐献手术后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女主角也接到通知 即将开始捐献自己的器官 好的 基本剧情就讲完了 电影《别让我走》上映于2010年 根据《石黑英雄》的同名科幻小说改编 原著小说出版于2005年 被《时代》杂志誉为2005年度最佳小说之一 《石黑英雄》是一位英国作家 他出生在日本 五岁时随父母移民到英国 在英国文坛享有很高的地位 在2017年10月 他获得了作为世界文坛之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的受奖词评价 他在小说中用伟大的情感力量 让我们跨越了虚拟于现实世界的深渊 《别让我走》的原著小说和电影 构建了一个独特的20世纪的世界 他表面看起来平静 实则暗潮汹涌 他的所有秘密都隐藏在了女主角一个人的故事里 女主角所在的学校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 既然女主角她们已经知道自己是克隆人 也知道自己未来只能捐献器官 直到死亡的悲惨命运 她们为什么不反抗不逃离 为什么要默默接受 这是两个尖锐的问题 是很多观众看完电影读完小说后的疑问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我们需要从电影和原著小说中发掘出更多的细节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那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 很显然那是一所克隆人学校 但那只是一所单纯为克隆人孩子提供教育的学校吗 如果仔细分析电影和原著小说 就会发现更多的秘密 其一 那所学校实际上是一个实验项目 而不是纯粹的慈禅教育机构 根据电影和原著小说里的描述 在电影的世界里 医学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癌症和各种不治之症都可以被治愈 大量克隆人被创造出来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等到这些克隆人长大 可以获取他们的器官 以拯救需要医治的人 这就是捐献计划 当时整个社会普遍都认为 克隆人只是人类器官的提供者 克隆人本身是没有灵魂的 因此他们从来就没有被当作人类来对待过 然而有一些人 无法直视克隆人孩子的悲惨生活 于是他们起来反抗 创办了几所克隆人学校 专门为一小部分克隆人孩子 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教育 他们计划通过自己的努力向社会证明 克隆人也是拥有灵魂的 应该受到更好的对待 而学校证明克隆人是否拥有灵魂的方法 就是通过克隆人孩子 富有创造性的艺术作品 因此这些孩子被鼓励努力创作 然后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优秀作品 被用来向社会展示 他们认为 这是证明克隆人拥有灵魂的最好证据 其二 克隆人学校被迫关闭的原因 是因为人类害怕了 根据原著小说的情节 虽然克隆人学校曾在社会上 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浪潮 但这股浪潮最终却因为 某个科学家的成功实验 而迅速走向了成绩 根据原著小说的介绍 某位科学家为了让人类 能够生育更高素质的孩子 让孩子拥有更高的智力 以及更优秀的体制 结果创造出了明显优于 人类自己的克隆人 这时人类感到了恐慌 所有人都不再关心克隆人 更不愿意相信克隆人 是拥有灵魂的 赞助商全部销声匿迹 所有克隆人学校被迫关闭 其三 在电影的世界里 人类之所以创造克隆人 唯一的目的是等待他们长大 然后获取他们的器官 以治愈癌症和各种不治之症 延长人类的寿命 因此克隆人在当时的人类看来 只是可移植的器官 和能够治愈癌症的灵丹妙药 当整个社会已经习惯 癌症是可以治愈的 当自己的孩子 爱人亲友 正遭受癌症的折磨时 他们只会希望 尽快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以挽救生命 而没有人会去关心 那些提供器官的克隆人 当他们得知 克隆人是存在灵魂的 甚至克隆人比自己还要优秀 以至于可以取代自己时 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会本能地反抗和自我保护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女主角她们不反抗 不逃离 还要默默接受捐献器官 直至死亡这个悲惨命运的安排 基于对电影和原著小说的分析 原因有三个 第一 根据剧情细节的展示可以推测 女主角她们这些克隆人 其实根本就无法逃离和反抗 一方面 克隆人逃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整个社会都认为 克隆人没有灵魂 克隆人只是被创造出来 能够提供器官的人造生物 因此无论克隆人 逃到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 结果都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 克隆人根本无法反抗 在电影中 每一个克隆人的手腕上 都时刻带着一个手环 这应该是用来监控和追踪克隆人的 还有克隆人几岁的时候 要被送到住宿中心 什么时候收到通知 开始捐献器官等等等等 都是有人进行安排的 从这些细节可以推断出 在那个世界里 必定存在非常完善的机制 有一个强大的机构 专门统一管理所有克隆人 掌控每一个克隆人一生的命运 这就是整个捐献计划的运作内幕 是整个社会所共知和认可的 克隆人是无法逃离和反抗的 第二 通过深入分析女主角他们的内心世界 以及根据原著小说作者 《石黑一雄》的访谈内容 可以知道 克隆人不反抗不逃离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克隆人他们自己已经默默接受了 悲惨命运的安排 为什么克隆人会有这样的思想 首先 所有克隆人从小都被灌输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他们长大后都要捐献自己的器官直到死亡 即使是在学校接受良好教育的克隆人孩子 依然必须按照规定被告知 健康是最重要的 他们早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捐献这回事 虽然那时候他们还根本不懂什么是捐献 经过洗脑式的强制灌输 让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 捐献器官直至死亡 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责任和命运 这是不可抗拒的 是每一个克隆人所必须经历的 在原著小说中 他们还会以第一次捐献就生命终结了为耻 以能够坚持到第四次捐献为骄傲 即使他们知道第四次捐献实际上是最痛苦的 他们会经常自我安慰 会希望找到自己的原型 也就是那个用来复制自己的人 以瞥见自己的未来 即使知道自己没有未来 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梦想 仅仅是希望开始捐献器官的日期 能往后推迟几年而已 所以 只要证明是真心相爱 就能延期捐献这样的谣言 总是灭了又起 其次 《默默的牺牲品》 是石黑一雄小说作品的显著特征 他关注的是责任和命运 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这个故事中 捐献自己的器官直到死亡 这是非常悲伤的 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但这却是克隆人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理由 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责任 也是不可抗拒的命运 按照石黑一雄自己在接受采访时的说法 克隆人们在没有任何权利和能力的情况下 仍然做着厚道的事情 别让我走里的克隆人们 到死也不明白 他们的生命与他们所救的人 为什么会有天壤之别 他们没有奢望成为真正的人 也不敢幻想能够长生不死 只是希望自己短暂的生命能够充实一点 能让自己好好地体验这个美好的世界 别让我走 豆瓣评分7.7分 IMDB评分7.2分 烂番茄新鲜度71% 我的推荐指数 四颗星 科幻加篇 值得一看 坚持独立思考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我是问健 写科幻小说 看科幻电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 点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